有网友说啊,以前的这个国内的网络啊,是百花齐放,百家争鸣,有很多网友怀念那时候,缺姐当时觉得过去了挺好,当时啊,不管是这个豆瓣啊,还是什么这个天涯啊,天涯社就是缺姐最早混的啊,这弥漫的白鸟和性化女孩的,物化女性的这个臭味,一度变成了啊,就现在啊,这个不管豆瓣也好啊, 还什么也这个各种小众网站也好,都变成了又穷又抠的酸逼专用文艺月炮网站了 这个无数的普确性的中青年啊,这些男子们在各个的这个社区里啊,就网络的各个社区和自己的日记里啊,骄傲的挺着几天都不错包皮够的臭鸡吧,向全世界诉说 他们的性,情和困惑啊,指点听众如何获取某个星座,某个年龄段的男人的青睐啊,指点所有的女性听众啊,你是如何 维系和某个星座,某个年龄阶段,某个阶层男性的关系 而且呢,还特别喜欢以大叔来自居啊,天天的给等待性解放的云娇亲们,灌他们的洗吊水 这就是以前的网络风气,缺解以前,就上网的时候就觉得奇怪啊,您当然,只要缺解一发出意义啊,都是被群殴的 包括一些云娇妻们都开始,昏侣们都开始群殴缺解啊,缺解是一直是被群殴的那个在网络上 因为觉得不对劲啊,这怎么没有人看穿这些啊,这个云大叔嘛,云爹嘛 他们的这个包层的祸心呢,怎么就只有缺解看得出呢 那说明以前呢,这个女性意识啊,觉醒的程度还要低